第十五款象牙塔时装爆料 魔术师这款蓝皮设计有个亮点 那就是帽岩这边蹲着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这样帽看上去有点眼熟 有点像此前20年的随从奖励月兔 除了有些细微差别外 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其次就是手部这边 这应该是除了高级皮外 首款不戴手套的设计 而服饰方面是一如既往熟悉的象牙塔学院风格 穿搭上十分的绅士得体 另外在查看魔术师时装时 发现一些特别有趣的事 那就是部分时装的卡面 与展示的时装不同 除高级皮外 魔术师时装卡面 基本都是不计纽扣的大衣设计 但像圆皮以及部分蓝皮这边 却是计纽扣的设计 着实有些让人费解 然后是关于此次时装的名字兔角 在许多文化中认为 兔角是能带来好运的护身符 最后该款时装和影视速回时装一样 将在4月3日上架商城 仅限回升购买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